昨天下午4点左右,在湖南省原江市石鸡湖大地外河发生了一期两艘钢制船相撞的事故,截至昨天晚上,撞船事故已经造成了8人死亡,另外有4人失踪,或就10人已经是脱离了生命危险。 据了解,被障的船只呢,共载有22人,含船主是2人,其中长沙级11人,乡乡级5人,义阳级6人,具体的事故原因还在调查当中。